《詠聲》 節目中 文生藝人嘻哈文化 亞文化 商文化 不用 我的東西就會比較 比較狠的時候 因为在重庆的身上永远会是最有太多的东西 故事就像一部小说 再怎么逃避也逃避过 在嘻哈这个圈子里 大家都很夸夸 没人知道我们能不能继续做上去 感谢观看